好,我们来看一下8.1的练习,配对那个什么化学方法和检验的营养物质,那这个双缩尿试剂呢,它是检验这个蛋白质,你怎样记呢,这个我是记那个尿,那个尿有用,尿有蛋白质有点怪怪,不过我就是记双缩尿,说什么尿,那个尿就是有蛋白质这样,好, DCPIP,DCPIP是那个维生素C,然后呢,飞磷四季呢,是还原糖,苏丹桑是脂肪,然后呢,点,这个点就比较明显啊,因为我们在初恶的时候,那个叶子拿去泡酒精隔水加热,然后呢,来地点液还记得吗,那个时间,所以点来检验这个淀粉呢,是比较 已经是很早就已经有学过了,然后呢,当然,你要知道它是有怎样的,其实最好是你要知道它是有怎样的那个改变,像双缩尿试剂好像是变质色吧,然后呢,DCPIP呢,它是会褪色的,它原本好像是蓝色,然后呢,它会褪色 这个我不是很期得了,你们再去确认一下,还原糖,它好像是会有红色的,装红色的沉淀,然后苏丹桑会变橘红色,呃,淀粉的话呢,原本是淀粉,这个点液本身是黄色,然后呢,有淀粉的话,它会变深蓝色啊,然后呢,再来呢,就是,呃,各种营养的功能是什么, 储存能量呢,主要是由脂肪,然后组成这个结构啊,细胞结构的话呢,是蛋白质,运,运算,这么运算的,运输,养分,还有肺料呢,是由这个水啊,水扮演的角色,能量的主要来源呢,是来自于,呃,糖,糖类,帮助肠胃乳动呢,是这个纤维素啊, 当然,纤维素不包括在我们六大营养之内啊,因为它并没有被消化跟吸收啊,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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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个,呃,分辨里面的啊,就是来帮助我们消化,OK,所以这是我们帮里面的练习